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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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20尺货柜或40尺货柜的报价 那么涨幅高达30% 很恐怖 但是现在包括航运股 因为散户当冲比很高 每天的这个政府拉得那么长 很容易一不小心保证金被砍断头 当冲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当冲交易理论上 在现阶段我个人比较倾向 你会发现先卖再买你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相对的先买再卖你往往会受伤 怎么说 也就是说你去观察过去这一个月或两个月 那么我看到大盘的一个当冲比 从29% 哇有够恐怖 拉到39%拉到40% 那一度冲过50% 就是说整体上整个台北股市 假设今天的交易量是5000亿好了 当日它的当冲就占了2500亿 所以当然航运股更高 那因为一般市场的当冲的朋友 他倾向先买再卖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举航运股为范例 股价我们事后来看 用日K线来看 股价那个K棒是往上走的 可是每天都是开高走高收低 开高走高收低 开高走高收低 代表开高走高 那当冲是不是就进场 每天看起来都跌 但是长期看起来是涨的 你事后来看 它是在往上走的 但是你当冲一定输啊 为什么你输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在当冲交易 就习惯了先买再卖 所以呢就造成台股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开高走高收低 开高走高收低 所以面对当冲 你要有你自己的策略 那整体上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任何一档标的股 当然针对哪里有水 哪里洗澡 针对会涨的标的 有题材的标的 去创造你最大的一个操作绩效 所以我们今天举几个范例 比方说我们看到阳明 在6月跟7月 不管在40尺货柜 大概就40尺就20尺 大概涨幅的将近一倍 我们就算了 40尺的部分 如果以现在跟7月做 7月的报价 7月的报价涨了2000美元 就1800 大概已经快到2000了 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涨1000美元 就一只货柜到美西 就是从台湾这里开始出去 到洛杉矶就进山西亚图 一只会整40尺的 大概台票要5万到6万 你看恐怖恐怖 很可怕的一个涨幅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 不管从阳明 长荣到万海 那走势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举例 各位请看 你说面对这个格局框架 我知道航运股获利很高 问题是我在做操作的 这就跟怎么样你知道吗 是 我知道台积电很好 有些商务买台积电就是赔啊 对不对 就涨不动了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要提防就在于 如果一个强烈的利多消息 简报 不是只有你 你要站在全市场跟你一样 短线上冲进去的 大家大概都在同一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到 往往因为大家都是来抢帽子的 嘴短线的 所以你会在相对的 股价的比较高点 站在买方 那你就容易受伤 那要怎么做 高点呢现在 我们举擒贼擒王 擒海龙王 当作一个标的 各位请看 这一档股票叫扬明 其实技术分析 我们可以尽量把它简化 追求效率 就是说 我其实也不用看那么多 我在短线 我们讲的是短线 短线的部分 那我就把短线的最大交易量 把它抓出来 我举例 各位请看 这个画面是扬明 每一天的分线图 那你就抓五分钟 我这个是四分钟 那为什么要用四分钟 因为你避开五分钟 这才三天的图而已 才三天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用四分 你要避开跟大家一样 所以呢 当别人在看五分 你是比他快一分 你就占了优势了 因为你在做短线交易嘛 所以各位请看 这过去这三天 那我们把这三天 最大交易量肯定都在开盘 大约都会落在开盘附近 那你就把那个价格抓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公平 最公正的方式嘛 那我们来看嘛 我们把上个礼拜 这三个交易日抓出来 分别是最大交易量 第四分钟的收盘价 分别是93.7 对 接下来隔日是97.3 对 再来是93.2 那我抓到价格之后 如何来判别 我买进还是卖出 讲得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 各位你接近看这张图 你不应该是 问我或者是问 好好啊 这个应该是我要问你们 请问 你现在眼睛看到这张图 这是不是个事实 对 请问该怎么做 答案已经给你了 就好像 我们进去考试 我把答案给你了 你乱抄 结果就没法做了 你不是什么都问我 好 我来猜一下 好 你猜 这该怎么做 站上就看多嘛 跌破就看空嘛 不是 对对对 你讲得对 那请问站上该怎么办 看多啊 买进啊 先买再卖嘛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交易日呢 先卖再买回来 对啊 那么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怎么问我呢 好 孝孝 你要讲 更具体一点 对 好 那个叫说 你真的做那种 很短线的 是 你第一个要务就在于 你每天的操作 到底是先买再卖 是 还是先卖再买 是 那毕竟这不正常 这就是针对 极为少数的朋友 你在做当中的 我们整体这样技术分析 针对股票 我们一样用量价 因为成交量叫同时指标 是 孙子兵法里面提到 不知三年险阻 举着之行 你没有低利 就是我不知道 未来的环境怎么样 你就不应该进场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叫万海 万海股价真的很强 过去你看长期来 过去这20年 它标准的股价 落在12到15之间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那快150了 是 所以你说那我该怎么办 好 没有怎么办啊 哪里有水 哪里洗澡 你不要跑到一个 没有水的地方洗澡 所以我特别 我用立可摆 小画家 我就把它截涂 是 截涂之后 我就把它涂掉 那你不能偷看 你不能偷看答案 好 请问我们看 整个画面的左侧 请问这个位置 是应该站在买方还是卖方 左侧在这里 就是画面的左侧 我画蓝色圆圈 应该做卖出 还是做买进 你如果偷看到答案 你会告诉我 这里当然做卖出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在最低点 这一根K棒 我画个红色圆圈 是 做买进 然后呢 这个涨是涨到 最后那个涨停板 对 要避开那个黑K 就是那个黑K 你还是续报的 那底下 底下就叫交易量 是 这很标准 请问 这么做会不会赢 一定赢的 好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而已 对 我们讲古为金用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去看过去的案例 不是去解释它 那是零分 你去看过去去解释它 那我跟哈浩 我们两个人 不就每天看图说故事 而是 从过去的案例 提供我们在现在 做出正确的判决 好 所以各位请看 我们看左侧 为什么我会建议你 第一个高点 你要站在卖方 好 不看股价 看量 我们讲过 量先价行 到底什么意思 你要弄清楚 到底什么东东 叫做量先价行 量先价行 也就是说 当你发现到 你所关注的标的 它的交易量放大了 是 它已经告诉你 我在未来 会有新的价格 是 这个才叫量先价行 只要任何一档标的股 交易量莫名其妙 或有利多利空发生 造成交易量暴增 这个暴增的当下 它在告诉你 我在接下来会有新的价格产生 这个产生就是整个波段的新高或新低 好 所以 我们看 对未来不能判定 那你就不能进军 所以我们看 我把后面通通花掉 不能你都偷看 是 好 各位请看 那里是101.5 对 有一个量出来了 对 我不小心 8万多张 然后挡住了 好 我就要闪开一点 各位你看 你看这个K棒 这一天 是不是爆量 对 爆量爆在101.5 是 那不就简单了吗 跌破 先卖再卖 涨上去 先卖再卖 就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在101.5以上 我们讲量先价行 买进 这个量它已经告诉我 我在未来 我的万海会有新的高点 是 那跌破呢 它不就告诉我们 有新的低点吗 这个我们要从心理层面去解释 这个爆了这么多的成交量 就代表着 这个市场上 对于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所以一旦突破了这个价格 充满了就是 非常强大的 我倒有一个新的讲法 是 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讲 狭路相逢叫勇者胜 是 问题是 多方看起来雄装威武 是 工方看起来 也是 非常的一个强劲猛烈 是 我怎么知道谁会打胜 问题是两个在狭路 可不要忘了 那就先等他们打嘛 对 他就要对撞嘛 不是等他两个打完吗 OK 那现在我们看 对 请看 已经看起来 空方有点胜利了 不是 86 我们这个8万张这一笔 是 是不是多空在这里对撞 什么叫交易量 对 交易量就是 有85,000张的买 跟85,000张的卖 撮合成交嘛 对 那我们去猜它干什么 你与其去猜 你猜对比例多少 我猜对比例大概只有三成 这跟那个香港电影警察一样 那么多等两边黑道打完 对 还松尸体这样子 对 你干嘛去猜谁会打赢 对 那不是 第一个 不见得猜的对 好 那我问萧老师 是 那看起来 今天打完 明天看起来是空方胜了 那代表什么呢 那叫卖出啊 嗯 卖出 空方胜 我们台湾话 我们之前不讲过吗 是 你还要挖大幅 是 你在金融市场 我们讲持盈保态 是 持盈保态 你怎么学会保护你自己 是 我们现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吃东西前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是 你一定要洗干净 不然不能吃东西 是不是 自己要保护自己 你出门在外 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没有人保护你 是 那你要保护自己啊 你不是说我给他拚一下 拚一下你就中奖了 好了 那卖出之后 我要买回来嘛 那问题是 小老师 我什么时候要买回来 量先价型 不猜 嗯 就一直等 等 等到新的交易量产生 嗯 不猜的 我举例好 各位请看 呃 是8万5 那就往下 对不对 对 他有没有一个上扬 有 他有 不见得往下 就一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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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直跌哦 那我等于是没有赚到耶 因为他后来涨回来啦 后来涨回来对不对 但是整体上 他还是看跌的 是 就是说 除非他站上去嘛 哦 你根本不要理他 他没有站上去啊 所以当他的价格没有到 我基本上就是完全的看空 是 哦 ok ok 所以我们看图表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当时从101块 一路下探到73块左右 是 可是小老师我还是很好奇 这个时候又报了一张 这个8万7千多张的大量 来了 这个就有意思了 对 你看静静的看这张图 你把这个8万7往前看 是 左边第一个卖出点是不是8万5 对 第二个卖出点是8万3 哦 所以当你要停利的时候 对 你看 再报一根大量的时候 8万7有没有大于8万5跟8万3 嗯 也就是说我取代了 前波高点 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吗 是 空方打赢啊 是 是 结果空方在多方 我们看 我们放大看最后这一根8万7的 各位你静静看这张图 他是报了一个新的交易量 并且大于过去 你把这个时间点往前看 是 没有交易量大于这一天 是 他是不是一个新的交易量 是 新的交易量是不是告诉我们新的价格 是 那新的价格有可能是高 有可能是低 哦 不猜 你不能猜 你不能说这里一定涨 但是前波你所进场的资金 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了结了 对 已经了结了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 过去不管你做对做错到这里 已经画下一个据点 就好像是我们讲台子期每个月要结算一样 是 他已经跟你结算了 是 是 这里是个新的起点 为什么 因为他爆量了 然后这个时候 站上73块 我再度先买后卖 假设 好 他没有站上呢 那继续空啊 是 你又继续空啊 但是前波的还是要先了结 因为你没办法确定当下是多还是空 对 因为他已经结束了 因为他已经被取代了 所以当我站上73块 这个时候我持续的看多 一直到143184张 所以这个时候很有趣了 我们随着成交量持续的一个增大 我们每一次当成交量一增大 都会有新的标准来看待 所以这个时候14万多张 我又要进行平仓了对吧 对 没有错 来 我们看这个点 不然我先停在14万 来到14万是不是又爆一个新量 是 好 一个新的交易量 我们讲量会先价型 他在告诉你未来会产生新的价格 是 那各位要记住 过去只要爆量 就是反向的 不是大涨就大跌 是 如果本来是在跌爆量 一般来讲就是要涨 是 本来在涨爆量就是要跌 好 各位看这个案例 就错了 前面一根 对 这根 143,000 他是从低点 当初爆出8万5千张的量 往上推嘛 对 好 推到这个点其实已经涨了一段 是 这一段 他爆出14万张 他在告诉你什么 这个低点的攻击波到这里结束了 我要展开新的波段 那这个波段有可能大跌也会大涨 因为成交量大不代表任何事情 它只代表我们要进行新的指标行情的判断 果然又站上去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而且又来到了16万张这个多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用一个新的一个指标 新的一个价格来做判别了 对 因为你看那根长黑K 他爆出16万张 是最大量的 好 问题是各位请看 这一天跌幅盘中最高到最低 远远超过10个百分点 所以你看最后一根K棒 是不是拉上涨停 对 也没有办法过前高 是 但是不重要 记住 量价我认为站在公平的角度 是 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是 有些分析师也许会跟你分享 这根K棒的最高点 是 或看它的最低点 是 那我觉得最标准的 不见得是最好 但是是最公平 对 就用收盘价 嗯 就用这一根K棒的收盘点 你用5分钟看的 那就5分钟的收盘点 对 你用60分钟看就60分钟 日线 那就是日线的收盘价 你用收盘价当作强弱的判别 所以我们来看 在涨停板的前一天 当天那盘中一度从高点下沙 达到13个百分点 那么你就看它的收盘 隔日守不住这个收盘点 那你就应该站在卖方 或者做空 那相对的它守在那里呢 那你就要继续买 持续持有 这就是最佳 就是说面对市场 我们 你可以用一个 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工具 就是交易量 所以我们把它底下 各位请看 底下那不是什么指标 那个就是交易量 我只是说我用小画家 把它的下跌开始用蓝色 上涨就是说最大交易量 你应该做卖出 就开始用蓝的 一直到最低点 这个出现反转 是不是交易量来到85,000 大于之前的 来到87,000 大于85,000跟83,000 所以出现上涨 上涨一直到截图 制图截止 是不是都是红K 是 那红K我就把它画成红色 就这样子 其实那个也没有什么 那就是一般的交易量 好了 我知道结论了 重点 16万张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是高于 现在16万张的价格 还是低于 当然 这个讯息是与时俱变的 也许成交量再创高 都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根据新的成交量 来进行一些推移和变化 今天肖老师 从交量 来告诉各位 从心理层面来看的话 多方和空方胜 我们从来不要去猜 我们等它打完 再来去决定就好了 所以这个提供夏老师所提供的一些 这个参照受益解惑 那当然 有更多的讯息 更多的一个操作层面的一个技巧 欢迎各位可以加入 夏老师的Telegram 还有LineAid 来做更多的一个行为 感谢夏老师今天的参与 谢谢 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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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